说是中国有4亿多辆车 5亿多的司机 就是拿驾人的 才4亿多辆车 将来没有拿到人均一辆车 不过也差不多了 你要是4亿人4亿多辆车 你还要算到那个 不是还有6亿人 据说月薪只有月收入 只有1000块 还是2000块 低语 低语 小孩 小批孩 每个未成年的 这一两亿吧 那个 有70岁的大爷 又穷又啥也没有 然后就 不得 学修了 但是又没有脱油筋 纯粹就是 地鲁抛身 然后这个经济 那时候也没啥收入 那边也是 就加一些4亿人了 然后再加上 两亿 虽然是自己能挣钱 但是要养活 刚刚说的 那个下面的小的 和上面的老的 把自己的收入 一平摊给他们俩 自己本身就是个 就是收入不高的体力 老公者 把自己的收入 比如说 挣个四五千 再平摊给小孩 平摊给老人 你做个人 就是低于两千 老车一下就有六亿多人 可能有六亿多人 就是月收入两千多的 这些基本就不大可能 月收入在两千以内的 这种就不大可能买车 你基本就拿来这么多的 这六亿减去十四亿 人家嘴中只有八亿多人 这八亿多人 没两个人就买一辆车 一个多人就买一辆车 也差不多了 因为你要么就是 两个人开一辆的 要么就是一个人开一辆 你均就是 要么就是一加三分开一辆 要么就是一个人开一辆 你均就变成一个多人开一辆 谢谢 谢谢